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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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祝新人 喜見良緣 百年好合 永結同心 愛在灣區 情頂東春 穿起裙垮 乘坐華麗小船 在河聰兩岸鄉親的祝福星裡 來自大灣區各行各業的十對新人 完成了一場別開心面的水上婚禮 激動 開心 接了媳婦回來 接了新娘回來之後特別開心 一路都在這裡派堂給大家 真的很開心 人家又很想要我們的喜堂 我們一路很開心 可以分享到我們的喜悅給人家 我今天參加這裡的婚禮 我覺得非常的興奮 好喜歡 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們在床上扔玫瑰花板 很漂亮 很感動 上星期六的七夕節 廣州藍沙東沖鎮舉辦第六屆藍沙水鄉文化婚禮 今年的新人入面不乏高端人才 更邀請了十位香港的大覓者和當地的大覓者交流 一起以廟宇連珠為現場新人送上祝福 兩地分族文化會拆出什麼新火花呢 這個氣氛真是高漲 比較熱鬧緊湊 因為在香港來說 我們香港都有水鄉 即是大澳水鄉 或者是長洲都算是離島 都算是水鄉 通常一般來說 他們會用回自己人做的 很少是請外來的人做大覓者 在這裡這麼難得的機會 我們親身體驗一下 一定是要支持 一定要參加 因為我們現在做了一個大覓者省廣澳的同盟 很希望能夠將這個中式傳統文化繼續發揚光大 因為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們兩個作為土生統長廣州人 其實我們說實話 平時對傳統文化是沒有太多了解和接觸的 所以其實今天覺得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我覺得是可以不單是分享到我們自己內在 對傳統文化的向往 並且希望可以傳承和尊重到我們的傳統文化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非常看好的 其實特別是 我了解到南沙現在是作為一個幾何中心 它的交通啊 它的政策都是非常有利的 包括譬如說 我經常是南沙香港的往返 所以譬如說 我從慶勝坐高鐵 直達香港西九龍大約一個多小時 就可以到 所以是非常方便 所以是非常方便 南沙水鄉分族 自2015年 被列入第五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活動當日 南沙東沖結婚登記戶外班證點 也正式揭牌使用 成為南沙第三個戶外班證點 今年我們報名都很火爆 民族有限 希望通過今次的水鄉分禮 可以吸引更多世界各地的新人 來參與到我們水鄉分禮 關注我們南沙東沖的民族發展